杨子太丑配不上黄胜一?看了豪宅和杨子母亲的话,是女的都会嫁。 黄胜一是周星驰一手捧出来的明星,也拥有新女郎之称,本来是一手好牌,却被黄胜一给搭烂了。 与新年反目成仇之后,交出来的作品是一步不如一步。 更让人不解的是,黄胜一怎么就嫁给了经历过婚姻的杨子?要知道,杨子那长相,真的不敢恭威。 近日一档综艺节目,似乎道出了黄胜一为何选择杨子的缘由,这档节目中,黄胜一是和自己的儿子安迪一起出镜的。 节目中有不少关于安迪家的画面,这些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安迪的家堪比宫殿。 谈到安迪,杨子之言,儿子在家中生活得像王子一样,只要是家里能够看到东西都是他的。 杨子的母亲对孙子也是有求必应,比如孙子想要游乐场就在家里建一个,喜欢滑雪,就在家里建一个滑雪场。 看到家里的情况那么好,对待安迪更是百依百顺,网友们也终于明白了,为何当年的黄胜一会嫁给杨子,这么好的条件,是可遇而不可求。 黄胜一竟然遇到了,自然不会轻易放过这样一个机会。 至于杨子长的臭,黄胜一市区尊驾给杨子,知道杨子的情况之后,又有谁会认为黄胜一市区尊驾给杨子呢? 说实话,拥有这样的条件,换谁的话,都会有嫁给杨子的冲动,事实上,嫁给杨子真的不亏,反而能够过上豪蒙太太的生活,和乐而不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